一支巨大的雙層雞 摆在普渡会场中央 一公一母展开双翼 上面还摆满元宝 看起来既可爱又特别 大同区老师李 今年普渡则指贡品 特别以岭南派水墨画家 欧豪年的画作 一名天下白为灵感 制作立体雙層雞 指一贡品 李长说虽然今年是龙年 但作品却别有寓意 近年我们怎样去发想 我们的这个作品呢 我们那时候我就看书 然后逛逛逛逛逛 然后逛网路的时候 逛到那个中山楼的介绍 那当时他就说 元首的这个二楼休息区 有一个这个一名天下白的 这一幅画 这幅个画 那是那个欧豪年 那个艺术家来画画的 那他一名天下白呢 实际上他还满有那种 你唤醒这个天下之士 然后这个整个的那个雄姬 这个戚女的这种感觉 那我们觉得就说 诶不错 他配合了我们这个礼政的这个方向 我们也希望就说 诶带领的这个老师礼呢 整个的礼的那个礼物 真正日上这样子 所以我们当初就把它设定就说 哦我们就来做一只鸡 但是呢 本身来做一只鸡的时候呢 其实他很单薄 那我们翻篇了所有的这些折纸 实际上他的鸡大概都是这样子 大概一尺左右的这个鸡 那实际上他都是直立的 因为他牵扯到这个重力的问题 那我们为了要设计有一些可看头 然后配合到我们的整体的这个骨度 所以我们呢 就想说说 那就做双层机 一只公鸡一只母鸡 那同时呢 我们那个展翼的方式 各位可以看一下 展翼的方式 我们就把它弄成展翼 这样的展翼 其实实际上它有重量 所以它很容易坍塌 所以这是有困难度的 但我们某个角度来看呢 其实它又很像这个莲花的这个样式 所以这是我们整体的呈现 这支双层机 由志工们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用了五六千张折纸 制作立体造型 加上周围的装饰 展现起伏心意 由于普渡是重要的民间信仰习俗 考量精子减量 又要兼顾法会的隆重性 因此里长每年都费尽心思 成果也让李明都觉得相当惊艳 我们今年其实买的这个 买的这个折纸的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用的很少 像我们往年都有用类似 就是我们那普渡贡品的这些包装 我们拿包装 其实是来做这些折纸的运用 其实每年都很少 你看像我们这旁边的 我们用这些 这些有没有矿泉水 或者茶水来包装 来让整体 因为场子也够大 如果你今天太少的量的话 你会显得觉得很担保 那场子要够大 然后你要够丰富 其实我们是花了很多小时 像我们在摆饰的时候 我们还没有来这边现场的时候 我们都会在这个 我们的礼办公处来摆饰 那晚上我都会点赞 我们李明看的时候都会 哇目瞪口呆说 哇好漂亮喔 像我们 我们那个办公室在158号嘛 那旁边160号的楼上的那些说 哇好漂亮啊 好有艺术感喔 每年老师里 中原普渡都有新的花样 里长让普渡除了庄严隆重之外 更增添艺术气息 也展现十足的心意与诚意 记者联席会议台北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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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